老人打死也想不到,人生第一次出国,竟然是确认领儿子的遗体 来到停尸房,金帐缓缓打开了果实袋 老年上读,人生最悲凉的事情莫过于此 老人名叫汤姆,眼科医生,有自己的私人诊所收入破风 汤姆非常敬业,多年来一直坚守工作岗位,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 儿子丹尼尔在世界名校伯克利大学读博 前段时间不知道哪根筋大错了,忽然决定放弃苦修十年的博士学位 当一个背包客,穷有世界 汤姆作为父亲完全无法理解,丹尼尔以一股心踏上了环球之旅 常年居无定所,连手机都不用 汤姆实在想不通,儿子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途 最后落得个客死一箱 大家好,说野哥,今天我们讲一部能够抵喜心灵的旅行神片《朝圣之路》 记得丹尼尔临走那天,汤姆送他去机场 丹尼尔邀请汤姆,不如放下工作了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副子行,肯定会其乐无穷 汤姆反口就是一通说教,缝制丹尼尔 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这么潇洒,可以把现实的一切都抛住脑后 汤姆出生于二战胜利后的婴儿潮,经过激烈的竞争 他才从人口红利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高级中产 他不明白做个体面的中产难道不好吗 儿子完全可以踩着他的肩膀再上一个阶层 为什么非要自甘斗罗呢 反正说一千到一万,他和丹尼尔的生活天差地别 他只想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汤姆很疑惑,丹尼尔来法国干嘛呢 警长说他是来走朝圣之路的 又称圣迪雅哥朝圣之路 这是一条去往天主教三大圣城之一圣迪雅哥的路 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伯就埋葬在那里 这条路的起点一般是法国南部的比利牛市山区 终点是西班牙的圣迪雅哥德孔伯斯特拉教堂 全程将近八百公里 朝圣之路是一条底蕴横扣的文理路线 历史已超过九百年 无数不同国度、种族和信仰的人们 都把这条路称为心灵洗礼之路 在走朝圣之路前 需要先拿到一本朝圣者护照 也称通关文帖 朝圣者需要保证每天在通关文帖上 有两个途经沿路易战的印章 最终才能在抵达圣迪雅哥的时候 领取通往天堂的证书 警长拿出丹尼尔的通关文帖 不幸的是丹尼尔只干了一个章 就遭遇了意外 而警长本人其实也走过朝圣之路 他趋而复返 已经走了三个来回 说起这段旅途 警长眼里闪得光 如果上场慈悲 能允许他活到七十岁 那么生日当天 他一定会再走一次朝圣之路 但汤姆听着完全无感 他现在只有无穷无尽的心痛 独子嗑死一箱 汤姆只想赶紧把丹尼尔的遗体运回加州 五间 汤姆在一家餐厅吃东西 由于到了朝圣旺季 餐厅作物虚席 一个肥宅坐到了汤姆对面 肥宅是个自来俗 超级化老 滔滔不解的讲述着 他来朝圣是为了减肥 因为太胖 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为了自己的健康 也为了老婆的幸福 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肥宅听说朝圣之路很艰苦 堪称不花钱的减肥特训营 汤姆突然想 肥宅是为了减肥去朝圣 那么丹尼尔又是为了什么呢 汤姆始终想不明白 或许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是丹尼尔的未经之旅 丹尼尔也一直希望 汤姆能够出国走走 汤姆突然产生了好奇 这条路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 他连夜敲开了警长的家门 请求他帮忙火化丹尼尔 拿到骨灰盒后 汤姆便向警长提出了 他的朝圣计划 警长并不看好 奉劝汤姆三思而行 你连装备都没有 我可以背上丹尼尔的心了 可你毕竟六十好几了 体力是个大问题 大不了我花更多时间 这么看来 父子俩倒是挺像 都是那么的一意孤行 汤姆不顾警长的劝阻 隔天清晨便踏上了朝圣之路 他装备齐全 信心满满 可一出门就走反了方向 不过无伤大雅 反正走得也不远 搞错了从来就是 走到城门口时 警长来为他送行 他问了汤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你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走朝圣之路吗 汤姆答 我想是为了丹尼尔吧 但警长却当即否定 你是为了自己而走 仅此而已 汤姆听得很不爽 这天没法聊了 但警长不得不出言提醒 汤姆正式上路 初始取尽同忧 蜜草重生 山花阴野 箭儿登高眼阔 林木轻轻 苍烟矮矮 翘臀的肥羊 放牧的龙人 一切都是那么的 紧密悠然 但汤姆全程只顾的赶路 很少流连风景 直直走到一处 木扎的十字架前 汤姆才停了下来 因为他有强烈的直觉 丹尼尔再次逗留过 汤姆甚至能看到 丹尼尔的残魂 在周遭游荡 他打开骨灰盒 取出一泊骨灰 洒入盐缝之中 一直待到日落 汤姆才不舍得下山而去 走到最近的乡村旅馆时 已是深夜 说是旅馆 其实就是大通铺 密密麻麻 住了三百人 咳嗽声 呼噜声 此起彼伏 甚至还有人在吃宵夜 汤姆怎么都睡不着 忍不住一瞅 竟然是那个肥仔 肥仔又产生了汤姆 如果睡不着 他由各种特效药 任君挑选 肥仔淡定地表示 这在阿姆斯特丹又不稀奇 毕竟赫兰人都是绝命毒师 隔天清晨 朝圣者们继续上路 汤姆在找旅馆前台 加印盖章的时候 多问了一句 夫人 你走过朝圣之路吗 你前台表示 从来没有 年轻的时候太忙了 时间不允许 现在的我又太老了 身体不允许 问罢之后 汤姆继续上路 但肥仔却牢牢粘着他 汤姆想甩掉肥仔 因为他还要撒骨灰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丹尼尔的事 但他低估了肥仔 想找个化答字的决心 汤姆撒骨灰的事 最终还是暴露了 他只好简单解释了一番 当天晚上 汤姆以脚痛为由 因是要在究竟的村子里 借住一晚 肥仔等不及 要去城里吃好东西 只好放弃汤姆这个化答字 有缘再见 汤姆暗自窃喜 总算是甩掉了这个化脑 之后 汤姆随便走进一户人家 正在用餐的 都是来自各国的朝圣者 主人热情的招待 汤姆住下 这群朝圣者里 年轻人居多 很喜欢辩论 其中有个烟不离手的 加拿大女人 对汤姆非常不屑 大概有国家层面的原因 加拿大人都比较讨厌美国人 更何况是一个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 那全是痴迷金钱大 利己主义者呀 炒房 玩股票 各种市场泡沫 都是他们这代人弄出来的 燕姐认为 汤姆肯定是缺德事 干得太多了 所以才会一把年纪 来朝圣赎罪 汤姆并没有生气 只当燕姐是喝多了 不过这种分死技术的态度 不可取呀 燕姐一听就来劲 哎 你还真说对了 我连自己都愤恨 来朝圣就是为了戒掉 该死的烟影 他历史到达终点 必定戒烟 但这一路上 燕就没离过手 第二天 燕姐一大早就准备上路 他想甩掉昨天 跟他喝酒的那些男人 燕姐昨天喝的 确实有点多 他为自己的口无遮拦 向汤姆表达歉意 逃避现实的人 汤姆欣然接受 反正只是过客而已 燕姐走后不久 汤姆便又上路了 物资不觉中 汤姆开始放慢脚步 有时还会停下来 刻意被载走 他渐渐尝试着 在路上寻找风景 人生也第一次尝试了 在野外过夜 只是第二天 到达下一个城市后 他又遇到了凡人的肥宅 夹不住肥宅的盛情相邀 汤姆只好与其共进了午餐 更糟糕的是 路上又遇到了逃避现实的燕姐 肥宅很喜欢这个泼辣的燕姐 一路上无限供应 违禁药物 而汤姆只想远离 这两个隐君子 走得越来越快 搞得燕姐很不爽 肥宅同样也有烦恼 走了这么久 身心遭了脑罪 但他的体重貌似一点也没掉 他严重怀疑 是不是到了终点 自己还是这个吨位 汤姆表示 只要继续扮演家餐 没准还会更胖 肥宅有点难受 那自己遭这罪 有啥意义呢 前来朝圣的人 千人有千面 其中最奇葩的是一个 来自爱尔兰的作家 一路上转文造词 迈怒高僧 表示他这次写作的题材 正是关于朝圣之路 为了汲取灵感 他正在做问卷调查 采访沿途遇到的朝圣者 肥宅知无不言 把几人朝圣的原因 都给交代了 包括汤姆为了而知朝圣 随身带着骨灰的事 作家顿死如获之宝 这个故事可太有吸引力了 他想找汤姆问清各种细节 你觉得他愿意说吗 肥宅表示 只要你敢问 他觉得一拐杖戳死你 一行人继续赶路 傍晚时抵达了一个小村落 根据旅行指南 这里只有一家小旅馆 老板是个很热情的老头 将众人招呼进屋后 就要先盖章 众人只好掏出通关文解 没想到盖的这个章 竟然是老头的漫画头像 而且一盖完章 老头就上楼了 众人听动静 楼上似乎还有很多人的样子 汤姆领着大家上楼一探 发现只有老头一人 在自言自语 吓得大家 最后只能选择户外露营 隔天一早醒来 汤姆赶紧收拾行囊 准备开溜 但没想到燕姐冒了出来 正聊着 背包里的骨灰河掉了 燕姐伸手去捡 汤姆赶紧握住了燕姐的身体 没想到燕姐扭身 就是一技重拳 汤姆惊呆了 但也没有太计较 只是没有吃早餐 便急忙踏上了旅途 燕姐也很郁闷 为什么汤姆那么在意 那个盒子 肥宅只好讲原因 也告诉了燕姐 燕姐顿然内疚难堪 一路追随汤姆身后 向汤姆解释了 他为何喜欢打人的由来 原来 燕姐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怀了孕 但丈夫是个家暴男 燕姐可以预料到 如果孩子生下来 不过是让前夫多了一个殴打对象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他选择了打掉孩子 正是因为这段家暴的经历 燕姐只要被男性接触 就会触发应急反应 汤姆得知原因后 原谅了燕姐 他能理解他的心伤 因为他也经历过 专心的丧子之痛 消除误会后 一行人继续赶路 来到一座城市后 众人停下来喝了几杯 作家又开始装死山 大谈朝圣之路的历史 吹嘘自己的崇高追求 追求的汤姆忍不了了 直接怒喷作家 目中无人 无聊偷顶 买几瓶破酒 刷的都是信用卡 扯什么理想 肥仔一阵偷笑 我最爱看热闹了 汤姆随即又把泡口 转向了肥仔 骂他是个大嘴巴 泄露别人的隐私 反正是逮谁喷谁 汤姆越闹越厉害 甚至引来了西班牙警察 将他以追求闹事 抓进了锁里 汤姆没有等来大使馆 最后还是靠作家刷信用卡 才将他捞了出来 汤姆很感激作家的 仗义相救 作家却表示 除非汤姆让他采访 并且同意把故事写进书里 他们才能了清 汤姆一开始并不答应 但夹不住作家 弃而不舍地磨人 最终还是说出了他的故事 这象征的汤姆终于打开了新房 愿意去面对 那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同时还结交了几朵奇葩朋友 误酒之后 几人就抵达了卡米诺 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前 住住观望 作家率先发言 朝圣之路的传统 就是艰苦朴素 只有不要脸的朝圣者 才会住这样的酒店 于是在汤姆的慷慨邀请下 所有人都住进了酒店 肥仔立马法师大餐搞起来 燕姐则是浴袍加死怕 但一到了晚上 大家却怎么都睡不着 燕姐便到了汤姆的房间 没过多久 肥仔也提着酒杯来了 最后是作家压轴进场 似乎还是在野外 几层一窝 吹水扯淡 比较能激发睡意 所以住了一晚后 众人果断退房 再次拥抱了荒野生活 如今离圣地亚哥 只剩半天的路程 汤姆问作家 素材收集的怎么样 足够打破写作平静了吗 作家表示非常有帮助 但他还在为一部小说 想结尾 事实上 从大学毕业之后 他一直都在写作 开始觉得要攒点钱 再好好写小说 编给旅游杂志当写手 可没想到 这一写就是二十年 结果是 钱没攒到 小说也没开始写 而他还在继续 给旅游杂志卖苦力 作家的语气中 竟是遗憾 但汤姆却宽慰他 无论写杂志还是小说 都是在写作啊 重要的是 保持真情实感 作家顿然 有所思惑 是否真的要 求到一个期望的结果 才算是没有浪费人生啊 烟姐这一路走来 从之前一天 两包烟的量 变成了三包 他一边猛抽烟 一边还说 待会儿到了 终点的大教堂 必定记了他 大家瞬间笑喷 谁信啊 一行人有说有笑 到达了终点 圣地亚哥 众人怀着敬畏之心 走进了这栋 文明世界的教堂 在雅各伯向前 有人下跪朝圣 有人行众目礼 信仰的方式 全凭己定 而他们则把 丹尼尔的骨灰盒 放在了雅各伯的领位前 离开教堂之后 众人前往了旅游局 为通关文蝶盖下 最后的印章 申领通往天堂的证书 但在发放证书之前 工作人员会询问 每个人朝圣的原因 作家自然是为了 寻找写作灵感 燕姐是为了逃避现实 而肥仔减肥是因为太胖了 妻子拒绝跟他上床 汤姆思索了一会儿后说 他朝圣的原因 也许是为了旅游 他以前是个 只顾埋头苦干的工作狂 工作人员记录在案后 为汤姆发放了朝圣证书 收到证书的汤姆却表示 名字填错了 不是汤姆艾维 真正的名字应该是 丹尼尔艾维 是丹尼尔带他 走完了这段朝圣之路 领完证书后 一行人还去了墓下海边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作家率先发言 结尾已经不重要了 就像这片海 它的尽头在哪里呢 人生的结尾又是什么呢 只要一直写下去就够了 燕姐又默默地点上了一根烟 人生苦短 何必为难自己呢 肥仔赶紧附和 他也不减肥了 衣服穿不下 那就买新衣服呗 记得每次在准备旅行之前 我们总是喜欢给旅行赋予 各种意义 但在出发之前 旅行都是没有意义的 意义或许在路上 而出发只是走出内耗的第一步 直到身体的疲惫 超越了心理的疲惫 灵魂或许才会感到轻盈 旅行结束后 或许还是找不到什么意义 也没有获得所谓的改变自我 但其实心已经变大了 所以很多事就变小了 最后只剩下汤姆 独自面朝大海 丹尼尔的灵魂 仿佛又来到他的身边 汤姆告诉丹尼 我来这里是为了带你回家 但现在我好像没有什么要带回去了 说吧 汤姆便将剩下的骨灰 扬向了大海 之后汤姆也没有回国 而是转道去往了圣城 耶路撒冷 汤姆真正懂得了丹尼尔那句 生活不是选出来的 而是过出来的 人生海海 愿你我都能找到 自己想要的那一夜世界 驱走那一段 一直想走的路吧 不为越己 只为越己 《朝圣之路》 是艾米利奥艾斯特维之指导 2010年上映的周评 这又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的公路电影 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 因为丧子之痛 终于走出了自己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踏上《朝圣之路》 似乎也没有什么新奇的体验 但奇怪的是 心境却不一样了 汤姆忙碌了一辈子 都在用一种世俗的标准告诫自己 大家都一样 都没有那么潇洒 都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里苟且 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精力 我无法割舍现在的一切 而且就算上路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大多数人永恒的生活状态 我们都在等待一个所谓的死机成熟 然后在等待中 不知不觉的奔向死亡 那么你这一生 是把自己交给灵魂 还是交给世俗呢 生活不是选出来的 而是过出来的 人也不是活一辈子的 人活的其实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走上自己的朝圣之路 那条路无关命运 无关经历 无关他人 甚至也无需达到某种目的 你唯一需要面对的 只有你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 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